黃酌的泥水不斷從大排 一流到路面上 淹進附近村莊 一眼望去一片汪洋 居民想逃卻不敢出門 趕緊打電話向消防隊求救 橡皮艇救出一家四口 戴著安全帽 穿著雨衣脫困鬆了一口氣 嘉義縣鹿草鄉的後階村 因為巴掌吸水暴漲 導致南京大排的水流不出去 一提到村莊 住家客廳全都淨水 家電用品能搬的趕緊墊高 不能搬的也只能讓他淹 大門一打開 整個院子像是個大水池 宛如住在水上 就連議員服務處也不能倖免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嘉義縣水上鄉的易新村 消防隊出動橡皮艇 把受困民眾撤離出來 但卻遭民眾拒絕 聽在路旁的車全都泡水 農田旁的水泥墩被大水沖破 滑到底下 而在嘉義市的鬍子內 半夜開始風牆雨季 消防隊拖著橡皮艇伸入社區 看看是否有人需要救援 一大早积水退去 街道上滿是被沖出來的家用品 這戶人家更慘 一大堆的家具櫃子 全都飄到外頭 屋主頭痛不知如何收拾 居民一早忙著清理家園 但就怕雨一直下還會再淹 也只能祈求老天爺行行好 別再下了 民視新聞正人文 陳子平嘉義縣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然後再次傳載 4球場 3球場 5球場 4球場 4球場 4球場